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Jason 來到每個星期都會有的一周大事 for 檳城一周大事 今個星期會有甚麼新聞想和大家分享 有幾宗之前都有講過 例如一個是蚊症 檳城的蚊症似乎都繼續有 他截至7月9日為止 就有15宗 新增了15宗骨痛熱症 48宗基孔肯瓦症 今次讀得對的名字 主要來自在崩島的東北縣 我上一次一周大事說東北去到歸散那邊 原來東北不是整個Pennance State的東北縣 他的東北縣是整個崩島的東北縣 原來是這樣 我也沒有確認到 另外一樣是尤家 他每個星期五都會有更新 所以我都會等他的油價出了 我才再拍這段影片 這個星期的油價就升了 他之前連續升了七個星期 上星期就降了少少 降了四仙 但這個星期又 彈回到七仙 每樣都升了七仙 Round 97就升到2.02 Ringg2.02 Round 95就1.72 柴油都升了三仙 去到一個8.07 他之後會再升 再看政府還會否打算去控制油價 因為你知道現在馬來西亞政府都很忙 他們忙緊 在談可能9月 最快9月會閃電大選 檳城好像聽說不會跟隨聯邦政府去解散州議會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整個馬來西亞要重新大選 但有些州又可以自己不解散 是不是都可以呢 這個要看他們的憲法才知道 那又不清楚 暫時馬來西亞的政局都相對不算穩定 不算穩定 自從2018年希盟上場之後 推翻了之前那個執政多好幾十年的國鎮政府 接著就施政了大概兩年左右 結果都是因為吵著去爭著誰要做首相 什麼時候會換位接手 之後就被人乘居移入 在後門那裡 捅了一下 現在就有他們所謂的後門政府 然後現在就想來個閃電大選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什麼原因 當然 如果萬一真的是閃電大選的話 我覺得現在目前的形勢似乎 希盟想拿回執政權 似乎相當有難度 因為我看到馬克第二也說了 他和他的土團黨 雖然現在拆到四分五列 土團黨六個國會議員都推舉 在沙巴有個好像民族負責黨 建議他做首相 但是另外其餘的公正黨 行動黨 他們都推舉安華 似乎這方面他們的意見不是太一致 所以他想要拿回超過一半的國會議席 來做執政黨 似乎都有點難度 似乎 計來計去都應該不適合 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同的公正黨 行動黨 什麼黨 他們都青蛙跳來跳去 跳到國鎮那邊 國民政府那邊 那邊如果是大選員 那還是國民政府呢 會不會中途又被前國鎮搶回權呢 因為始終現在手上 他是屬於土團黨 雖然土團黨四分別 但他還是屬於土團黨 會不會被國鎮搶回權呢 這也是未知之數 似乎馬來西亞政府的形勢 還未穩定 相對未穩定 大家也知道 上星期也有說過 MM2H的審批 還未開始 我想他6日開始 交給移民局 開始他們做事 負責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些聲氣 似乎這個星期也不見有聲氣 如果大家真的在等批 還未收到reject的話 可能要多等一等 據聞大部分reject9至11月 都應該都未有什麼消息 是的 我見有些人士他們說 會和移民局談 如何可以幫助他們 如果大家有留意 不同的平台的話 都開始吹風 在東馬申請 亦有不同的機構 他們說 可以有另外一些方法 譬如在馬來西亞 一個叫羅波恩的地方 去做離岸公司去申請 亦有些簽證可以做 但相關的事情 究竟是否可行呢 大家要留意一些細節 查清楚究竟是有什麼條件 會有什麼中伏位 這個要大家注意 因為那些 譬如開離岸公司 或者在東馬申請 我手上都沒有很多資料 可以給到大家 我都嘗試在找 希望大家心急之餘 也不要太過其他不同的申請 可以馬上去 大家要先看清楚 裡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細節位 尤其是開公司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當然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和馬來西亞的疫情發展 都突然間會見到 那樣樣樣的 昨天我也有出了一個帖 馬來西亞 他今天就升上一個了 昨天也還有63個活躍的個案 今天有64個 因為今天呢 剛剛他下山公佈了 今天那個數字 13個確診 13個確診 12個康復出院 變成多了一個Active的個案 去到64個 香港他昨天呢 就單日就升了 多了63個Case 那似乎香港的社區發法都開始來了 因為始終馬來西亞 他那個 都叫做真的封了關 他每一個入境的人 都有一些措施去追蹤 那麼也都 早幾天他 馬來西亞最大的感染群 那個大城堡的感染群 也都官方說結束了 那麼另外 有些不同的感染群也都相對結束了 那麼變成現在下來的都是一些 那些入口真的有可能飛回來的馬來西亞公民 或者是其他人士 那麼他們確診 那麼數字都是維持在一個低 非常低的水平 那麼活躍的Case 都已經是少過100個了 但是變相在香港的話 昨天多了63 今天我看新聞都多了30 而且有些Case是沒有源頭找到 那麼所以似乎香港的潛在危險性都還有 那麼變成馬來西亞的開放入境 這個雖然現在他還沒有消息 但是如果香港是持續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未必這麼快可以來到 入境馬來西亞 那麼相反馬來西亞這邊 他就開始開放了 慢慢陸陸續續開放 上個禮拜講到7月1號 就戲院可以開放了 那麼現在7月15號開始 所以也有一些所謂的家庭娛樂就可以逐步開放了 那麼有些非家庭式 他怎麼分呢 例如家庭式的 例如有些遊戲場所 例如有些可能雙場 例如一些雙場所 例如一些雙場所 例如一些教育的娛樂場所 例如教育的娛樂場所 例如兒童樂園 例如一些機動遊戲樂園 例如一些機動遊戲樂園 家庭式的卡拉OK中心 這些他可以開放的 但是相對有些不是家庭式的 例如是酒吧 夜總會 Disco這些就繼續停 未開 那麼來到節目的尾聲 今天星期五 今天希望今天或明天會出到一段影片 因為我要打電話 明天星期六開live 9點鐘依然會有 那麼這個星期會探討什麼問題呢 那麼過去一年 很多香港朋友都是 在看著這個馬來西亞MM2H計劃 不論是退休也好 讀書 小朋友讀書也好 即是你說走爛過來也好 各樣東西 他們都是很注意這個program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的新聞 或者是世界性的新聞 都知道 開始其他國家 譬如 所謂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 即是美國 英國 澳洲 大家會考慮馬來西亞的原因 都是因為低消費 英美我現在一向都可以讀書 但是學費 生活費相對高 如果現在他們 各國開始有些不同的措施 給大家選擇的話 我想大家都值得考慮 明天星期六開live 我都可能會主力講講這個話題 究竟在馬來西亞 大家移居過來的心態 以及選擇其他國家又會怎樣呢 大家有什麼考慮呢 因為我自己也接觸過很多不同 有打算過來馬來西亞 各樣 purpose的人 曾經都有一個很年輕 一間小過我單身的男生過來問我 問我 喂 Jason 想過來馬來西亞做事 有沒有辦法 這些個案我都遇過不少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這些事情 亦都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探討一下 究竟我們香港人 真的譬如想去一些地方生活 發展 究竟是有什麼注意的地方呢 亦都有一些經驗可以和大家分享 簡單地報導了幾樣新聞 暫時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就記得訂閱 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影片 大家就會收到通知 今天就這麼多 明天星期六highlight再見 未來希望還有一兩條影片 我會還在檳城 再之後下個星期的影片 應該會出到別處 大家記住密切留意我的YouTube頻道 看看我會在哪裡玩 今天就這麼多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看見 了吧 尼大 跟咪